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未中断 但美方不能既寻求与中方全面恢复对话交流 同时又不断损害中方利益 更不能颠倒原委 将取消两军部分交流的责任甩给中方 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美方如果真想与中方开展积极的建设性的对话交流 就必须拿出诚意和行动 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积极为两军关系重回正轨 创造条件 营造氛围 篇 排断 排断